实践不上厕所也要买的卫生间好物 最后一件绝了 第十名 把你家的镜子都砸了吧 这是城里人都在用的镜面贴 耐弯着不易碎 像墙纸一样撕开被胶贴在墙上 整面墙都是镜子 还不占地方 第九名 还是老妈告诉我才知道有这种做浴盆 只需要往里面倒入温水 座上面能缓解一天的疲劳 前面有出水孔 即使挪动屁屁谁也不会溢出来 泡完了直接倒掉 挂墙上也不占地方 第八名 卫生间的垃圾桶一定要挂在墙上 这样方便打扫卫生 最好有盖子 可以避免干大纸巾 减少异味 要是垃圾满了还能一件打包 那就太棒了 另外还有一个挂钩 可以挂在柜门上 这样就不用弯腰摘菜和削皮 扔水池里的垃圾也不会滴水滴到地面 盖子上还有一个小刮板 第七名 第一次见这样设计的洗漱杯 杯子竟然是倒着放的 底部有卡扣 这样杯子不积水 不滋生细菌 杯架上还能放牙膏 牙刷 这下台面都变得整齐多了 第六名 我家老婆是真的聪明 竟然给水龙头装了个这样的机械手 有了她 我家这个普通的水龙头也能实现多功能了 不仅可以全方位随意悬停和360度自由旋转 还支持两档出水 日常刷牙可以直接漱口 洗脸还能活水冲帘以及洗头 真是太方便 好用好用 强烈推荐 第五名 家里的肥皂一定要分开放置才干净卫生 以前的肥皂和容易泡水 还占台面空间 这个就挺方便 旋转的设计不占空间 大人小孩的肥皂都能分开放置 自带沥水盒 肥皂不会泡水 用起来干净又卫生 第四名 打死你也不信这是一个马桶刷 自带被浇 可以贴在墙上 不占空间 还不影响打扫卫生 小黄鸭的造型颜值很高 软硅胶的材质可以深入到马桶盖的缝隙 而且还可以潜水 马桶的各种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到 用完挂回去干净又卫生 第三名 家里有卫生间的 可以买一个三角质物架 免打孔设计 只要把经常用的洗漱用品往上面移放 整齐不占地方 并且用水冲也不会掉 拿取方便 关键价格也很便宜 第二名 让你看看啥叫真正的科技也很活 这是我妈买的劫测剂 这是我家用的 直接就渗入到这个坑底了 这都没用上一分钟 说实话这都已经开始了呀 哎呀妈呀 这个好像咕噜上一个什么东西 它这个呀 是强效去污的 带着淡淡的松露香味 一点都不刺鼻 而且都是反向头设计 边边角角咱都能够得到 现在有活动五平更划算 第一名 家里有卫生间的 门后面一定要贴几个这种可爱的拖把夹 这样拖把扫把就可以挂上墙了 干净整洁 还不占空间 旁边的小挂钩还能挂鞋刷和抹布 真的非常方便